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2月5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财经的夜 今天这期节目 我主要从两个角度来描述一下支撑中国经济的两根支柱 可以说正在坍塌 一个就是中国供应链的撤离 比预期的速度要快的太多 就是在周末苹果宣布要完全撤出中国 可以说这个消息在全球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的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出口已经被欧洲超过了 主要是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已经被欧洲超过 可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信号 就是说美国现在在进口方面是更依赖于欧洲 对中国的分量对中国的需求是开始下降 那么这也代表着中国的外贸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可能是改革开放以后很难见的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我主要描述一下 一个是中国的制造业就是供应链 再一个就是出口这两根支柱是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先看一下周末宣布的苹果撤出中国市场 苹果在全球是第一大市值的公司 可以说是富可敌国 它的市值基本上就是十几万亿人民币 这个规模是非常之大的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苹果在中国这二三十年 可以说它是带动了无数个产业 带动了无数个企业的发展的 那么现在苹果因为受到这个富士康的事件的冲击 已经开始下决心要撤离中国了 其实苹果这些年是在慢慢的往外再转移的 主要是它的代工厂在富士康 开始向越南向印度等等一些东南亚的国家开始转移 但是现在这个富士康事件一出来之后 对整个苹果的生产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大家想想就富士康在郑州的一个工厂 基本上就是郑州工厂 郑州富士康 它生产的iPhone的数量 占全球产量的70%以上 就单单一个郑州工厂 但是大家看看富士康郑州这个事件 这次基本上是停产停工 停了这么久 那么对于苹果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 而苹果也预料到如果按照中国的这种搞法搞下去 在未来是无法稳定的生产下去的 动不动就疯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一种更极端的政策 可以说任何一个大企业最害怕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不确定你什么时候把它的来源给掐断 把它的供应链给掐断 那么这对这个企业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所以苹果现在是非常害怕 所以这也是现在苹果宣布要撤出中国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苹果他一走肯定是和富士康一起走了 对不对 基本上两个连着走的 所以这两家巨头 如果从中国撤离的话 会带走多少的就业岗位 带走多少的公司的利润 这个都不好说 因为很多配套产业上下游的一些公司 都是依靠他们存活下来的 一旦这两家撤走之后 中国的产业链可以说要垮他一半了 基本上就这样一种局面 苹果公司的CEO库克曾经也是表示 芯片采购将会放在本土 如果听过我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因为这两年 美国开始大力的推进这种芯片 在美国本土身下 包括台积电都开始在美国设厂了 在美国亚尼桑那州的凤凰城 更别说新特尔高通等等了 在美国是加大了投资芯片厂的力度 所以未来的芯片在美国本土化 这是不是什么难事的应该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 苹果的全球产业链重新配置已经开始了 其实这个计划之前都已经有 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迟迟没有开始 那么苹果公司现在开始要从中国撤离 加上它的芯片本土化 基本上就是彻底撇开和中国的关系 这些年可以说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是高涨 很多人吵着了要让苹果和富士康离开中国 而现在真的别人开始离开了 苹果公司的iPhone在中国的产业链占的比例慢慢开始在下降 而富士康开始在越南和印度开展生产线 那么随着这两个行业巨头的离开 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国内手机不仅是无法跟上时代 而且整个中国的电子制造这一块产业链可能会坍塌一大半 首先我们看一下苹果这些年对中国产业链的共性 首先我们来探索一下苹果这些年对中国产业链的贡献 那么自从苹果公司的iPhone开始量产 订单就给富士康在中国建厂的代工厂来生产 从而促进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善 因为苹果的产能需求还向代价工厂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的资源 提升了供应链的整体水平 还提升了几十万的就业工作机会 那么这还只是直接的 如果算上上下游 可以说苹果富士康加起来 为中国提供的就业岗位几百万上千万都是有的 不仅如此 苹果公司为了让代工厂的零部件达到预期的要求 就购买了一些关键的设备 交给代工厂使用 有些设备不是有钱 你就可以买得到的 那么苹果他做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让代工优先提供元器件和技术 得到优先使用权 同时这也从侧面是提升了中国供应链的整体发展水平 在全球手机市场中 苹果是拥有很大的影响力的 哪怕是连续十年全球第一的三星公司 也要把苹果当作高进制的客户对待 他还把自己最好的芯片的存储和LED的面板的零部件都提供给苹果 那么这两项业务就是半导体和LED的面板 为三星就带了的营收非常可观 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手机和电视业务的营收额 因为苹果的利润是很高的 他只要把来些零部件 委托给哪些企业做代工 这些企业的利润肯定是非常之高的 在这里可能会有朋友质疑 苹果有那么赚钱吗 我们就拿国内第一大品牌手机 2019年的营收额来说 那是华为 它的利润是627亿元人民币 净利润只占了7.3% 但是苹果19年的营收的利润是多少 552亿美元 而苹果的净利润是21.2% 所以大家一对比就知道 苹果净利润是华为手机的三倍以上 有这么高的利润 那么苹果供应链代工会拿到更多的收益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做公司都是为了赚钱 中国国内的有些媒体 黑苹果说苹果压榨供应链 压榨供应链上的企业 那么如果拿苹果和华为的供应商两者对比 苹果供应商得到利润是高得多 比如说刚刚被苹果踢出果链的欧飞光 通过公司业绩营收来看 苹果的订单就占了这家公司的40% 净利润更是高达90% 而华为手机却给欧飞光提供的营收额60% 但是它的净利润只有10% 所以欧飞光业绩暴跌 股价随之时暴跌 国内的LED面板的龙头 你像京东方去年开始给苹果供货 LED的面板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 2021年的利润相当于10年的总和 所以说这么多 就是告诉大家 苹果这条产业链 在中国给整个供应链 是带来了多少的利润 有利润企业才有能力去创新 去研发 像现在剔除果链的欧飞光 它的业绩都不敢去看了 哪里还有资金去投入研发了 所以有些国内的供应链公司对苹果可以说是非常依赖的 而随着苹果公司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掉背 有信息就显示了 苹果已经连续两年对中国供应链的采购是在下降 比例下滑到了36% 而以后某个时间段可能会成为一种趋势 那么现在苹果要撤离中国 富士康肯定也是跟着撤离 那这意味着苹果和富士康搭建起来的苹果帝国的产业链 生产线以及相关的上下游的企业 相关的上下游的行业 全部都要坍塌了 那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量的企业倒闭 大量的裁员 大量的失业 基本上就这一种现状 而且政府的利润 而且政府的税收会锐减 所以大家想想苹果和富士康撤出中国 它的后果 那么苹果现在之所以要撤出中国 最主要是因为就是我刚才说的 富士康这个事件把它打怕了 而在资本的投资这一块可以说 最重要的一条依据 就是所在地 你投资所在地 它的制度的稳定性 这是投资的第一要诀 你如果投资在一个制度不稳定的国家 朝链西改 政策的风险非常之大 那么你的投资很可能会打水漂 失败 制度稳定在可预见的时间内 不发生本质性的变动 那么它的长期经营才能稳定 才能够预测未来的经营收益 才能够持续的追加投入 更新生产线 事实上 比如税收的高低 或者劳动保护强弱等等 这些问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总有一款投资项目是适合这些制度的 但是只要你制度不招令西改就行了 制度随心所欲 资金就开始恐慌了 你像中国这种清零政策 给这些企业带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这才是苹果在这两天的决定 彻底离开中国的主要原因 没有稳定的制度预期 就没有一切 任何真正的产业资金 其实都不会落地 苹果这次为什么坚定的离开中国 去东南亚重新组建生产链 因为这种制度稳定性的预期 基本上没有了 企业他没有了安全感 就必然要寻找第二种方案 那么这是职业经理人群体的必然的一个决策 此时无论和他们拍多少胸铺 给他们多少口头承诺都没用 他是不会相信你的 但是现在有另外一个问题 苹果目前来说 还有70%以上的iPhone的生产能力放在中国 那么他现在想走 那就觉得他短期走得了吗 几个月走得了吗 肯定是走不了的 你要建生产线 那么你要在一个国家要选地址 要建厂购买设备培训工人 然后你的工厂转移 还有你的客户关系转移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那么短期之内能从中国撤走吗 我觉得没有三到五年 苹果是撤不出中国的 但是这三到五年里面的变数会有多大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中美关系真的恶化的话 你苹果大量的生产能力还留在中国 那么中国很可能会把苹果当做人质 来要挟美国政府 对不对 那个时候苹果它的股价能扛得住吗 苹果它的生产能力能扛得住吗 一旦中国把苹果在中国的生产能力给掐断的话 大家想想苹果这个帝国会不会分崩尼西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非常之高的 其实之前很多人说白左白左 确实西方还是有些白左 非常傻白田就是这种 对中共没有提防 你像苹果 特斯拉基本上就是这种 苹果这么大的产营链到现在还留了70%以上在中国 你还没有转走 那么如果习近平把你当做人质来要挟美国政府 来要挟全球的生产线 对不对 要挟全球的制造业的话 那么你扛得住吗 我觉得是扛不住的 所以到时候毁的可能不仅是苹果 还有美国的经济 还有全球的制造业这一块 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个就是特斯拉的上海工厂 这其实也是留在中国的一个人质 如果中国真的想对特斯拉动手脚的话 特斯拉的股价扛不扛得住 然后对全球电动汽车的影响有多大 对美国经济的打击有多大 这个都是不好评估的 所以目前基本上留了两个重要的人质在中国 这可能也是全球的两大黑亭鹅 就是制造业的 那么说到制造业这一块 我们再来说一下出口这一块 刚才我说到中国的两大经济支柱 一个就是中国的制造业 现在苹果富士康这些生产线下决心要离开中国了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赖以为耻的三家马车之一 基本上就出口 出口现在也出现了一个转折性的变化 根据美国商务部一到九月份的统计数据 而今年美国从欧洲 也就是欧盟加上英国 从这两个地方进口的商品金额 已经达到了4490亿美元 首次超过了从中国进口的4181美元的商品金额 而且除了一月份之外 欧洲对美国的出口 每个月都超过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与2021年9月相比 仅仅是9月份德国对美国的出口 就增长了令人惊讶的50% 而欧盟对中国的出口仅仅是增长了4.9% 根据德国制造业协会的一个数据 与去年相比 就是说与去年同期相比 前三季度 德国对美国的工程机械出口 达到了180亿欧元 增长了近20% 而对中国的工程机械出口 下降了3%至140亿欧元 那么这个首席经济学家 就是这个统计数据这个机构的 他的首席经济学家 他就说 开头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美国的市场对欧洲是无条件开放的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也是表示 由于欧元贬值 加上欧洲比较早都放开了疫情的防控 因此欧洲是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往欧洲 其中主要是美国的游客 与2021年同期相比 前往欧洲的美国游客几乎是增长了三倍 欧洲最大的奢侈品企业 就是开云集团 在今年的十月份的财务报告中就披露 说他们的销售额在第三季度是飙升了74% 也是因为欧美贸易的快速增长 在很多人以为对俄经济制裁将导致欧洲经济衰退的时候 但是今年的前三个季度 欧盟27国的可比价的GDP同比是增长了4% 这个速度非常之高 所以大家看看中国国内很多在黑欧洲 说欧洲要完蛋了 大家看看欧洲的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长高达4% 而且对美国的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 非常强劲了 特别是德国对美国的出口 可以说这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在美中欧这个大三角中 前面二三十年 可以说中国对美国出口是稳距第一的位置 那现在这个情况基本上是被扭转的开来 就是欧洲开始超过中国了 这是一个中国出口衰退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信号 大家看看现在从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非常之少 而且货运的价格暴跌 跌到了之前的5%6% 去年一个货柜集装箱从中国运到美国 比如说要1000美元的话 那么现在基本上是670美元就运过来了 这说明了美国对中国的需求在下降 中国的出口也在下降 那么这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一个是美国对中国不是那么依赖了 另外一个原因 你中国的生产能力可能是受到了限制 中国国内动不动就搞封锁 让美国很多商家对你是不放心 对你的产品供应稳定性存在着质疑 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大家想想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下 一个就是制造业 苹果富士康撤离中国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第一大国地位 已经被欧盟给取代了 欧盟加上英国取代了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反转的信号 代表中国经济的两大支柱已经开始坍塌了 可以说很多时候也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们看看上海从三月份封到了六月 基本上封了近三个月 经济到现在年底都还没有恢复元气 我觉得恢复不过来了 而广州经过了11月份这一节也是大规模的封锁 昨天才悍然把脖子上的绳索给解下来 吸尽了两口气 可以说缓过了一条命 但是对广州经济的长期影响到底有多大 现在还不好说 那么这种长期的影响肯定是非常严重的 我觉得比如说你丢掉的贸易合同 丢掉的订单 你疏散的百万的劳动力 很多劳动力都回乡了 是否能快速的回来 还有关掉的工厂 有破产的商户 累积的怨气 以及丧失的信心 丧失的人心 那么这些事情都没法在短时间之内恢复的 而经济衰退在本质上 可以说就是由这些事情引起的决定的 所以大家看看中国的经济衰退 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 你别看这两天全国很多城市在开始解封 你别看这个港股A股开始打积雪了 但是你看看整体中国的走势 看看富士康苹果往外转移 看看中国的出口 看看上海广州 这一次打击的力度有多大 你就知道中国经济的元气是恢复不过来了 这现在任何反弹呢 可以说都是出货的机会 都是一种幻象 大的趋势还是往下 再往下 直到自由落体 可以说是无可挽回的 大家看看人民币的汇率啊 也是借这一波解封 然后呢是中国经济利好 这些唱腔啊 在媒体上是大行其道 然后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啊 在这几天也是大幅度的反弹 今天的最新呢 是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啊 都是纷纷突破了7这样一个关口 我们知道之前最低跌到了7.28 7.29 就7.30左右的 对不对 基本上这两三周左右都又回到了7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会关心呢 是否还会继续涨到6.9 6.8呢 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啊 只是借这一波中国的疫情开放 然后人民币开始借这股风啊 开始反弹和股市的反弹 基本上是同步的 那么这个反弹的高度到底多少 目前不好说 但是下行的大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所以目前呢 人民币反弹呢 大家有换汇的额度啊 还是继续把它换一些 因为首先呢 中国的这一波解封能维持多久 不好说 未来是否会变本加烈啊 来搞这种封锁 这个确实是很难预料得到 对不对 也有可能会更严格的封锁会到来 这是其一 另外一个呢 就算是现在开始解封了 中国经济已经是元气大伤 缓不过时了 所以人民币的汇率啊 肯定是往下走的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美国的加息啊 还没有停止 美元呢 可能还要继续的上涨 而且未来的终端利率啊 是非常之高 那么现在通胀 很多说通胀鉴定了 其实目前来看通胀 还是没有鉴定的 那么未来加息的节奏啊 可能会慢一些 但是不会停止 那么美元还会继续的上涨 所以人民币贬值的趋势不会变 目前任何时候的反弹呢 我觉得都是你换汇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大家不要错过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 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 光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很多发达国家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五大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加勤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120多万移民 目前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力所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文化当地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广洒网 各国移民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的积累客户办理经验 以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两千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 有三十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专业移民服务团队 有五十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一名 八十到一百二十万人民币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拿到逢月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绵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一名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办到两年 全家封月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留学移民 等等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里 萨兹卡东 等地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外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圆您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